底線是田浩 田浩拉一桿之後交給辛巴 哇 這個助攻漂亮 再給辛巴 辛巴沒回來 底線的田浩 切入有哨音 N1 不過兩個人要去邊路抄球 反而在進區變成一個多打掃 蕭順已得分 9號田浩 24號郭少傑 阿皮諾辛巴今天雙塔搭配的是郭少傑 田浩還有高國豪 底線是田浩 田浩拉一桿之後交給辛巴 哇 這個助攻漂亮 田浩在找後面的隊友郭少傑 拉一桿出手進 田浩一開始就兩個助攻了 這也是卓 我一直以為他的盾位重心是不可能高的 三分外線空檔出手是田浩 蕭天得分 他們的得分在開賽前奎哥有提到嘛 大概就是在80左右 三分線的命中率兩成多出頭 那你面對到進區有辛巴跟Arteno的攻擊 而且機場比賽觀察下來 Murray教練其實在用兵上面 也屬於一個比較保守的教練 這個差點發生失誤 再救回來 再給辛巴 辛巴沒回來 底線的田浩 陷入有哨音 M1 是柏惟的寫訪 今天田浩又傳出了七次助攻 三陽這樣的情況 感覺 鋼鐵人是有最後一天失分 不過田浩這個空中的拋投意高人膽大 黃綠翔 差點操到 不過兩個人要去邊路操球 反而在進區變成一個多打掃 蕭順已得分 田浩真的是不疾不許啊 至少是一個好的開始 跟前一場比較起來已經有所智庫 林一輝 底線投進了三分球 不是比較低潮的 但這也是 我覺得另外一個方面講是好事啦 就是給各隊的年輕球員去頂上來的機會 好 先落到地線 哇 田浩倒地